转眉高就说明肝脏一定有问题 是真的 是真的 哎呦这个问题吧 有肝炎的人转眉一定高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如果转眉低的话 它是不是就 它不是不能够正常的去 化解酒精对肝脏的负担吗 但是有的时候 你如果要是比如说 比如今天 今天晚上我喝酒吧 我明天早上去做体检 确实也够欠的 明天去做体检 那转眉正在分解呢 它正忙着呢 它能够活跃吗 但你说那种 有点像是转眉正常的活性 对啊 喝酒啊 或者吃其他东西 对啊 但是它说转眉高 指标高的话 能不能说是 比正常的要高很多 说明肝脏一定有问题 它可能也应该会有达到一个 什么样的 然后说明了什么的一种病态 对 如果可能仅是喝酒 可能在它的正常范围 值的 顶多是在这个最高的 但是它可能就是 一般喝酒可能达不到 就是说 肝脏有问题的那种 那转眉高它肯定是就是高到一定的 有指标 所以我个人觉得转眉高就说明肝脏一定有问题的话 我觉得不对 不对 好了 要是肝脏出了问题 麻烦可不小 那么肝脏这么重要 如何判断它的健康状况呢 通常在我们每年体检的时候 其中都有肝功能检查 它就是反映肝脏健康的重要检查 而转安眉就是肝功能检查中 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转安眉正常 肝脏就没有问题 而转安眉高了 肝脏就一定是有问题了 我家宝宝两岁多 到医院给宝宝做体检 发现股草转安眉偏高 宝宝的肝脏是不是有问题呢 转安眉很高 我是不是得了肝炎病 转安眉高是不是意味着一定是有肝炎啊 那么对于转安眉和肝脏健康的关系 大家又怎么看呢 您知道什么是转安眉吗 只是看检验报告单上有过这个项目 但具体是什么意思不太懂 不行了 转安眉不就说的就是那个肝 就是你肝脏的肝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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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酒精高 转安眉就高吧 转安眉身高说明肝脏一定有问题 你一定觉得这些肝脏是真的吗 是真的 转安眉已经高了 肝脏肯定出现问题了 我觉得不一定吧 如果肝脏有问题 应该也不出这一个指标有问题 就一定是肝脏有问题了 你猜清楚了 一般转安眉药高了 肯定就是你什么 有脂肝肝的药转安眉高 对于转胺酶和肝脏健康的关系 大家各有看法 而大部分人都认同 转胺酶肯定说明肝脏是有问题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转胺酶 它的水平与肝脏健康又有哪些关系呢 它实际是一些酶的总称 最常见的是包括下面五种 包括骨冰转胺 骨抄转胺 解银瓶酸胺 还有甘股管纤转胺酶和鲁酸特氢胺 那么这些酶在不同的器官 它的含量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咱甘肠细胞里 含量比较高的是骨冰转胺和骨抄转胺 通常情况下 那么这些酶是在肝脏细胞里面 只有当肝脏细胞膜的完整性遭到破坏 在一些损害因素的作用下 这个时候细胞里面的酶 就会到细胞外面来 进入到血液中 这时候大家就会看到 检查的抽血的单子里 会有上它的箭头了 那么转胺酶高就说明肝脏一定有问题吗 第一呢 转胞它不是唯一的一个肝功能评判指标 第二个呢 就是说有一些即使转胞增高 但它可能是存在一些生理性的 而不是一定是病理性的 劳动这个强度或过强 或者是过度疲劳 也会造成一过性的转胞增高 第二方面呢 就是说因为转胞不仅仅存在于肝脏细胞 它还会在其他器官里面分布 包括心脏 肾脏或者是肌肉组织 那也有可能就是说在其他部位的病变 导致了转胞胞的增高 专家告诉我们 不能简单地将转胞胞水平 与肝功能状况化等号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并不是所有肝功能异常 都会表现为转胞胞升高 像脂肪肝这样的肝脏疾病 虽然肝脏受到了损伤 但有的患者转胞胞也可能是正常的 肝脏是否健康 要结合其他项目来综合判断 如果要是认真地评估肝脏总体的功能的话 我们还要看其他一些指标 例如像白蛋白和总蛋白的含量 另外还要看一下它的胆红素 胆红素的量 因为当肝细胞受到损伤 或者说是梗祖心黄胆的时候 它的胆红素会明显增高 另外就是肝脏储备功能不好的时候 它的蛋白生产的能力会大大的降低 因此我们总蛋白的含量会很低 在肝功能检查中 除了对转胺酶的关注 很多患者在面对乙肝五项的检查结果时 一看到表面抗体阳性也会特别紧张 那么这种情况是否说明肝脏出现了严重问题呢 其实如果表面抗体阳性了 这是好事情 相当于什么就是告诉你 你自身对乙肝病毒有产生抗体 有一个保护作用了 所以不用紧张 专家告诉我们 不同的肝脏问题都需要根据检查结果 来综合的判断 想要养护肝脏 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保证合理的营养 规律生活适当的锻炼才能让肝脏保持健康 大家豆饭 明文明封 明封目门 专家与米饭 国民新快餐 与米在一起